英国诗人雪莱著名的家具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然而对于欧洲来说 隧道尽头迎来的不是曙光 而是更为恼人的寒冬 二战后荷兰就没再宵禁过 宵禁一次在荷兰人的记忆中 等同于1940年5月的14日战争 纳粹德国使用大量空军和散兵 闪击荷兰 仅仅14天后 荷兰全境备战 随后纳粹在荷兰实施了军事管制和宵禁 如今70多年过去了 因疫情形势比2020年更为严峻 荷兰议会决定全国宵禁 宵禁令以下 包括阿姆斯特丹 路特丹 海牙等荷兰主要城市 立刻发生暴力抗议 汽车被烧 商店被洗劫 镇报警察和骑警出动 在连续不断的抗议活动中 已逮捕上千人 荷兰首相吕特痛斥暴力 吕特说 你只要是个正常人 都只会对这种抗议感到恐惧 暴力不是你的自由 吕特说的没错 第一轮宵禁将持续到2月10日 并且获得了超过70%的民意支持 出来点火闹事的主要是年轻人 荷兰到今天 一直都被称为是全欧洲防疫最弱的国家 和德法 甚至和现在的英国相比 荷兰的防疫政令都很无力 2020疫情爆发以来 荷兰从未实施过封城和禁足令 甚至都没有颁布过强制戴口罩令 但就是这样 它还是爆发了全国性的暴力抗议 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 这表明着 在长期的疫情压力锅中 任何一点事情 都可能演变成全国型的抗议 如果疫情继续恶化 那这个压力锅的危机将会越来越大 其实吕特政府早在1月15日就已经集体辞职了 目前吕特是以看守内阁首相的身份留守 吕特当了整整十年首相 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 是一个和默克尔一样 长期管理国家的欧洲领导人 但是整整十年的良好执政 依然抵不过病毒的攻击 和一桩被爆出的儿童福利金币案 最近荷兰在施打疫苗过程中 搞出个大笑话 政府居然忘了为疫苗配备相应的储存冰柜 怎么回事呢 先来看一下目前西方世界的三大主要疫苗 一 英国牛津的阿斯利康 二 美国辉瑞和德国B-Touch共同研制的辉瑞疫苗 三 美国莫德纳疫苗 可以看到西方世界的三大疫苗 主要生产地还是在美国 只有阿斯利康在欧洲的英国生产 所以在2020年9月份的时候 欧盟给阿斯利康下了大订单 此外也向美国辉瑞下订单 疫苗订单下完后 荷兰就开始讨论谁先施打 最后结果是老人和医护人员优先 就在荷兰等着疫苗送来就开打时 英国那边出篓子了 因为英国疫情比想得更加严重 加之英国出现了新变种病毒 于是英国政府动用政治力量 强行把原本该卖给欧盟的阿斯利康疫苗 通通扣下 这一操作惹怒了全欧盟 大骂英国背信弃义 公然违背商务合约 但英国已经脱欧 欧盟根本拿它没办法 但这样一来荷兰烦了 英国的疫苗没来 美国的辉瑞疫苗送来了 但是辉瑞的最大缺点是 需要储存在零下70度的低温冰柜中 可荷兰政府完全没有准备储存用的冰柜 荷兰政府给出的理由是 信息获取之后 简单讲就是 荷兰政府居然忘记了 辉瑞需要零下70度保存 是的 他忘记了 原本荷兰政府寄希望于英国疫苗的 谁想得到英国人来一招背信弃义 用政治力量扣住疫苗 而道德美国疫苗又因为信息获取之后 而没有准备足够的储存用冰柜 在疫苗问题上的无能和混乱 直接杀死了执政已10年的 旅特政府 旅特内阁集体辞职 第二个集体瓦解的政府是意大利 意大利好不容易维持着的执政联盟 彻底垮台 意大利总理孔特宣布辞职 自疫情爆发以来 最惨的欧洲国家就是意大利 谁都忘不了去年3到4月的那个意大利 由于死亡人数太多 军队士兵只能将棺材运到偏远城市的火葬场进行火化 医疗系统崩溃 所有医护人员都承受着极大的心理压力 意大利政府下达了罪严封锁令 当地的报纸每一天都登满布告 也正因为有最初如此惨痛教训 意大利后续的防疫措施做得还不错 2020年7月 欧盟经过四天四夜的艰苦谈判 总算谈成了总额为7500亿欧元的欧洲复苏基金 这笔复苏基金被认为是疫情时代最重要的经济振兴计划 而遭到疫情严重打击的意大利 分到了这笔基金里的最大头 约2000亿欧元 但有时候乐极生悲 也是种人生常态 疫情没有打垮意大利政府 反倒是复苏基金打垮了他们 共患难易 同富贵难 意大利联合政府在怎么花这2000亿欧元的问题上 产生严重分歧 由于没人能在大选中取得绝对优势 意大利以联合政府模式组阁 由民粹的五星运动 与右翼的北方联盟组成联合政府 然后总理是武党籍的中间派人物孔特 可以说意大利这个联合政府是一个关系非常微妙 保持着微弱平衡的政府 在国家重大危机面前 大家都能团结 可一旦危机好转 到了要分钱的时候 就又立刻撕破脸 由于在怎么使用这么大一笔钱上产生分歧 执政联盟内部的农业 家庭 外交等三部长 全都宣布辞职 联盟的瓦解 也让总理孔特失去参议院的多数席位 意大利是内阁制国家 因为失去参议院多数席位的总理 在执政上根本就是寸步难行 他的任何政策都不可能通过 更可能被直接倒戈 所以 与其坐以待毙 等待被倒戈 倒不如主动出击 主动辞职 与其他党派重新协商 重组一个新的执政联盟 如果协商失败 没有党派愿意和他组成新执政联盟 那么就提前两年举行大选 直接诉诸民意 意大利总理的辞职 从政治上看是以退为进 他不是真的要辞职 而是寻求一个 更能够合作的执政联盟 团结是一个最来之不易的成果 尤其是在后疫情时代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 团结真的很重要 团结也真的很困难 无论是美国拜登 接手的一个撕裂的美国 还是强行扣下疫苗 不给欧盟的英国 亦或者因复苏基金 而土崩瓦解的意大利 在共亢疫情的前提下 团结成了最折磨人的一个词 当阿斯利康的首席执行官 苏伯克宣布 将大幅减少一季度 对欧盟提供的疫苗时 这个法国人被全英国视为英雄 德国总理默克尔 则立刻站出来 批判阿斯利康的言而无信 欧盟拿出去年10月份 和阿斯利康签署的白纸黑字协议 协议里清楚写明 2021年一季度 阿斯利康将向欧盟提供8000万剂疫苗 但如今阿斯利康在英国的强大政治压力下 公然违背协议 表示只能向欧盟提供3100万剂疫苗 而不是8000万 欧洲议会也立刻召开紧急会议 议员们也一起指责英国 把欧盟视为欧洲的二等公民 但英国不管这些 本来英国和欧洲大陆就是离心离德的 正是脱欧后 就更不用顾及欧盟感受了 上周英国首相约翰逊亲自搬着阿斯利康的疫苗箱子 去卫生站分发疫苗 对于英国的背信 欧盟也做出决定 要将疫苗控死在欧盟内部 任何一剂疫苗的出口都将接受最严格的生产 阿斯利康的疫苗主要在英国生产 但在比利时也有一处生产厂 但比利时这个生产厂 目前出现了生产困难 另外其他所有的疫苗品牌 也都将在欧盟内部被严格管控 现在未经特殊允许任何一剂疫苗都别想流出欧盟 这意味着 本来大家以为的是发达国家在抢发展中国家的疫苗 发展中国家获得疫苗困难 但实际上 发达国家内部都已经为疫苗抢得不可开交 以美作为西方两个最主要的疫苗生产国 现在都将疫苗死死控制在手里 英国是如此 美国更是如此 拜登百日新政的计划是 全美国每天给我打150万剂疫苗 百日新政100天到时候打完1.5亿剂疫苗 试想美国自己100天要打1.5亿剂疫苗 那么他又有多少能力把疫苗卖给其他国家呢 那有人会说 美国自己生产的疫苗主要给美国人打 那把疫苗专利分享出来呀 在全球设立生产基地 加速生产疫苗不就行了 对此 世卫总干事谭德赛早就呼吁 疫苗应作为全球公共产品 应该分享专利权 但这一提议马上被美国拒绝 讲白了 疫苗不是救命的药物 而是政治 而是财富 政客需要疫苗来展示政绩稳定政权 资本家需要疫苗来获取超高额利润回报 世卫要和他们分享疫苗专利 那当然是不可能的 美国一天注射150万剂疫苗 非洲的几内亚至今为止 一共就注射了25剂疫苗 是的 是25剂 不是25万剂 那些整天高喊人道主义 人权至上的白人国家 一遇到真事 立刻原形毕露 比谁都积极的控死疫苗生产链 和大量囤积疫苗 相比之下 只有中国在真正的帮助发展中国家 包括印尼 菲律宾 埃及 智利 土耳其 等16个国家 全面采购中国疫苗 但可恨的是 西方不给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就算了 中国给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 他们还竭尽全力的诋毁中国疫苗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有时候看到西方媒体的这类新闻 真的会觉得很无耻 你们西方很好 疫苗技术都比中国强 那你们倒是提供疫苗呀 自己不做 中国做了 还冷嘲热讽 中国这个副作用严重 那个副作用严重 还什么 在多国引发抵制 难道印尼总统 阿联酋总理 还有埃及 土耳其 菲律宾 智利等国家 都是傻子吗 他们的总统 总理 以及医护人员 都已经公开施打中国疫苗 表达对于中国疫苗的支持 如果中国疫苗 真有西方媒体所报道的 那么不堪 这些国家怎么可能施打呢 数据显示 中国生物的新冠疫苗 在阿联酋的三期临床试验中 疫苗保护效率为86% 在国内的临床试验中 保护有效率为79% 中国疫苗 在三期试验的 保护有效率方面 同样符合世卫组织标准 而且 中国国内 也已经有大量的一线人员 施打了疫苗 而在西方国家内部 因为疫苗扯翻了脸 美国庞大的疫苗施打计划 美国扣住疫苗不给欧盟 欧盟也严控疫苗出口 如果没有中国 发展中国家 想要拿到一剂疫苗 难如登天 都这样了 不知道他们还有什么资格 来指责中国 讲的不客气点 没有中国疫苗 发展中国家 就真的只能靠群体免疫了 这场疫苗世界大战才刚刚开始 在疫苗争夺与供应的同时 世界格局也会随之改变 被西方忽视的发展中国家 与帮助发展中国家 获得疫苗的中国 形成鲜明对比 危难当前 谁是朋友 谁是敌人 今晚